歡迎收看今天 又有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今天我們又要教大家 OLO還有大家帶出去 最有面子大家最喜歡的 手工餅乾了 而且這個手工餅乾 還是大家同年記憶當中的味道 我記得這個手工餅乾 我小時候常常吃 然後我們都會 我們家獨門的吃法 就是會把它泡得糊糊的 可能每個人家裡吃法不一樣 但我們都會把它泡得糊糊的 然後一口一口咬來吃 就會有點像米茶這樣子 但是你們家的吃法是如何呢 說不定我們來問問看 老師家的吃法是如何 趕快來歡迎今天的點心老師 歡迎的是麗娟老師 好 瑋瑜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麗娟老師今天要教我們 做的這個手工餅乾是什麼 陶酥 那你們家的吃法 跟剛剛我說的吃法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問了一圈 然後大家跟我們家吃法都不一樣 那你們家是怎麼吃 其實我們家就很 就跟一般餅乾一樣吃啊 就是直接拿來吃 對 而且我覺得 小時候那個是很難得有的東西 所以不大會有機會拿來去泡東西 真的喔 可是我們家都喜歡把它開 我們家比較沒長壓之類的 但是那個記憶當中的滋味 就是有帶著一點那種核桃的香氣 對 然後厚厚那個餅乾 然後一大片拿在手裡的那個滿足度 相信是很多人小時候的記憶對不對 酥酥的香香的對不對 對啊 我不知道這個原來也可以自己動手做 因為以前都是買那種一盒 然後用塑膠盒裝的 一疊的那種對不對 一次就只能分到一片 考得成績好的時候才分到一片的那種感覺 鮪魚比較幸福喔 我們考得成績好也沒有一片 是要大家分影片是不是 對 其實那個滿難得會吃得到 而且那個覺得印象裡面 它是算比較貴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也可以透過自己的 動手做的這個方式把它做出來 可是桃酥的這一個餅乾 它跟一般的餅乾不一樣嗎 它其實不大一樣耶 我覺得它就是 它在我的感覺是一個很傳統的一個點心 然後就是好像就是很難得才會買得到的東西 那平時我們一般的餅乾的話就是 比較不會去口感上面會不大一樣 一般餅乾可能都比較那種西式啊 或者是美式餅乾 我覺得桃酥它是小數餅乾裡面算是比較中式一點 台式一點的那種餅乾對不對 好 趕快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桃酥 要用到的材料有哪些呢 一起來看看囉 碎核桃30克 老師 我發現有一個材料我們之前沒有用過 就是這個碳酸氫胺 這是一個什麼材料啊 它其實是一個化學膨大劑 就是跟小蘇打或是泡打粉 它是同樣是屬於化學的膨大劑 可是它是一個 阿摩尼亞 你有聽過吧 有 阿摩尼亞有 小時候做那個科學實驗 很刺鼻的那個印象也很深刻 它其實是阿摩尼亞的一種 它其實就我們的外面一般的俗稱 是叫阿摩尼亞 它的學名就是碳酸氫胺 那為什麼我們好吃的東西裡面 要加這一個 讓大家印象當中有刺鼻氣味的東西呢 它就會讓它整個膨脹的效果比較好 那因為在加熱的時候 尤其是到高溫的時候 50度C以上 像它這個就有分兩種 是我們現在碳酸氫胺 氫胺是屬於用在食品上面的 那有另外一個就不是 像它的話就是因為你加熱以後 它會產生阿摩尼亞跟二氧化碳 還有水 那這個東西會讓你的麵糰 這樣膨脹 對 所以它就是膨脹以後 它就會包覆空氣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孔洞比較大 對 都是因為它 所以我們在吃桃酥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很厚一片 對 就是比我們一般教那個什麼 只有加小蘇打跟泡打的那個 效果就不大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運用到這個材料對不對 對 比較特別 這個在哪裡可以找得到 這個在材料行可以買得到 是可以買得到的 對 是可以買得到的 可食用的碳酸氫胺 對 好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材料 我們之前沒有用過 而且它用的量其實也不多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它會不會有那個刺迷的味道 在點心裡面 其實你不要說我打開蓋子這樣 湊進去你的鼻子 我那個真的非常臭 真的嗎 那我們看 因為現在沒有 因為你現在是 可是現在還好啊 因為我們現在是把它打開 放在空氣當中 所以它就散掉了對不對 對 它散掉了 那個刺鼻的味道就散掉 這樣其實聞起來沒有什麼 太特別的味道 對 我那天就很 就想說我罐子裡面打開 我是聞一下 真的我被嗆到 所以不要一罐打開來聞 你超級的話 就讓它散一下再聞 比較不會讓自己有那個 我必須跟妳講說真的很嗆 害怕的感覺對不對 好 還滿有趣的 那今天因為我們是做手工餅乾 所以其實也不用特別的模具 就可以開始動手做了 好 第一個步驟我們要做什麼呢 好 那我們今天的材料 裡面有豬油 餅乾用豬油 你看我們之前都是 教大家用奶油 你多用食用油 沙拉油 或者是植物油 然後大家會發現說 今天用豬油 豬油做餅乾 沒錯 好 那我們豬油 然後再來我們的糖 糖 這是棉白糖 棉白糖 來過篩一下 用到的都是很古早味的一些材料 對 沒錯 好 棉白糖要需要過篩一下 這棉白糖其實它是煮過的糖 再讓它把它炒到結晶 那我用一般的砂糖可以嗎 我們裡面會有砂糖 棉白糖它就是比較香 好 另外還要加入砂糖的部分 對 還有砂糖 然後我們的鹽巴 我們這個就要把它稍微這樣攪拌一下 這個是不是就有點像是 我們那個奶油跟糖打發的那個動作 對 有點類似 然後它這個不需要把糖打到溶 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豬油打了會發嗎 它其實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那種感覺 但是因為 這個裡面其實不是靠它 我們的 銅巴不是靠它 不是靠它 你會發現今天加了三種的一些銅巴 因為我們今天有厲害的碳酸性 所以不用靠油發 沒錯 你會發現把它拌一拌 拌到怎樣有點白白的 有沒有 都均勻了 真的 好 那個蛋就可以加進來了 好 好 全加了 好 蛋其實只有一點點而已對不對 應該差不多只有半顆 四分之三顆而已 對 它只有二十幾公克而已 所以大概如果小顆的蛋 大概就是半顆而已 把它拌勻了以後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有個厲害的東西 要進來了 厲害的東西 可是這個厲害的東西 要加之前還有一個步驟對不對 對 好 這個厲害的東西要加進來之前 要麻煩就是我們兩個 我們用小碗好了 好 用小的來調就好了 好 我們的小蘇打 小蘇打 放到一個小碗裡面 我們的攤酸氫蘭進來 攤酸氫蘭 為什麼要特別有 跟水調和的這個步驟 當然用水調和就是 因為它東西也不多 因為它有時候顆粒也比較粗 因為這個東西的水分比較少 當然你把它調和以後 它比較容易跟其他的材料 均勻地混合在一起 可是水的比例我要怎麼抓 就是調得開就好了 一點點就好了 對 像一小時就好了 像有很多的一些澎大雞 它是怎樣 接觸水以後它就開始作用 然後加熱以後又會開始作用 有一些就是 雨水相遇以後就會開始產生作用 所以我們這個現在也 它已經開始啟動了嗎 差不多 然後把這邊旁邊的 把它弄出來 沖一下 對 好 其實它量很少 所以其實它的膨發力很強 對 對 因為我們加熱一點點的量而已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烤箱的溫度 都怎樣超過50度 所以它就會產生那些紙蒸氣 二氧化碳 是有一點像是那個發泡的那個感覺 好 我們這個一樣把它拌均勻 然後我們等一下的麵粉要 過栽進來 麵粉 還有泡打粉 對 一起 好快 我們現在才花了多久時間而已 做這個很快 對 對 好 用它做它很快 好 好 好 來 這個也進來 直接放進來 我覺得現在才轉過來的觀眾朋友 應該會以為我們這一盆裡面 打的是鮮奶油 可是其實不是 我告訴你它是豬油來的 大家想說 我們今天是在做什麼餅乾 為什麼會有豬油 因為我們今天做的是古早味 它其實可以算是一個 比較 中國式的一個傳統點心對不對 對 以前那個像 我覺得 我記得在螺絲服務上面 都看到一個牌子 什麼什麼陶書 很有名 對 就是那種老店 對 所以這個其實以前就 算是還滿 不錯的點心 像我們一般的家庭 大概不大有機會去吃到這個 對 因為它其實貴是 貴在那個核桃是不是 對 核桃 以前核桃很貴 對 現在雖然是貴 但是大家好像都還算買得起 好 然後我們把它 澱粉進去之後 其實還是可以持續用 那個電動打蛋器 來打它沒有關係 還好 因為它這個油也頗高 它其實是油量比較高的點心 我通常會拌到它 不大拌得動的時候 我就會怎樣停下來的 好 我們這位就把它剝下來 像這個的話 我常常講說以前 為什麼這個點心好 第一個 它有核桃 第二個 以前其實 糖是比較少的奢侈品 是奢侈品 因為比鹽巴貴 所以你看以前醃東西 比較少用糖鹽 都用鹽 鹽 對 都用鹽 鹽 然後因為油 對以前的工作人來講 其實熱量的來源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 鐵絲球上面的 也刮一刮 然後我們就要換 桌面來操作了嗎 還不用 等一下 我們就在這個盆子裡面 它其實是會成為麵糰的 對 它會成為一個麵糰 老師 像這種碳酸清安的 那種發的效果 跟我們的那種酵母發的效果 又不一樣 對 它其實它們大部分同樣 都會產生那個 氧化碳跟水蒸氣 沒有 可是基本上 它們有時候出來的效果 你會發現其實是不一樣的 好像因為它這個 其實如果是在有水的 比較濕的環境裡面 它的味道是會比較重的 所以它比較適合用在像餅乾 烤乾的 比較乾的一些這一類的東西 它並不適合用在那種水氣 比較重的 所以像酵母那種 就是要用在麵包裡面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成團了 對不對 好 這個就 核桃 烤進來 核桃是要先烤過嗎 可以先烤過 但是不能烤太熟 它的香味會比較夠 那生的也可以嗎 對 生的OK 生的直接用就可以 對 因為這個會烤到比較乾 比較乾 然後顏色會比較深 不像一般的顏色 你看一般餅乾的顏色 有沒有都是比較淺的 這個烤的顏色是比較深的 OK 好 來 這邊可以在桌上操作 好 是要來融它嗎 沒有稍微把它壓均勻就好了 因為有核桃進去 就把它壓均勻了 大部分的地方 是有核桃分佈的 好 OK以後就可以把它搓長條了 好 就要來分割它了對不對 對 這邊要提醒大家烤箱預熱 烤箱預熱的溫度要在多少度 烤箱預熱是上火190 下火150 上火190 下火150 所以它其實上下火的那個溫度的差異 還滿大的 對 好 那我們可以稍微把它搓成一樣 搓細 做個記號 好 我們今天大概可以做幾個 桃酥是要做那種大大的對不對 對 就是要很大片的那種 那它今天會發得很大嗎 它會擴散 然後它其實擴散會跟你那個 壓的厚度 或是你濕度有關係 如果你把它壓得很扁 它其實就沒有那種效果 對 它就不會有那種效果 所以我們也不要讓它太扁 對 它也不要讓它太扁 好 好 你看到老師每一個都分得 大大個的 對 然後我發現它做小的 那個效果就差了 好 我們就把它搓圓 搓圓 把它擺上來 好 需要壓它嗎 還是它自己自然會擴散 等一下我們會壓一個洞 壓一個洞 對 我知道 我們就五個 三個 兩個這樣排 就是中間要讓它有一個 有點像我們的紙印餅乾有沒有 中間要讓它有一個 可以伸展的空間對不對 就是讓它稍微有點塌下去 好 是 我們就移一下 記得這個要留點空間給它 好 那就會怎樣 壓一個紙印 對 壓一個紙印 不要把它壓扁 只是壓一個空間 因為你現在壓這樣子它會擴散 如果你壓很扁 它其實已經沒有地方可以擴了 對 OK 好 那這個洞不要壓到底 我們就讓它有點厚度 你的餅乾烤起來才會有點厚度 好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 鬆弛一下 我們就可以進烤箱了 為什麼要做鬆弛的這個洞 鬆弛因為第一個 我們這個麵糰有揉過 它鬆弛一下它的就是筋性比較鬆 它這樣擴展的時候就會比較 擴得比較大 因為它的筋性已經怎樣 不是那麼近了 那當然就是說 第二個就是我們裡面有一些 膨大劑 它也可以有一點時間產生作用 所以一般大概 如果說我這樣做好 放著大概要鬆弛多久的時間 大概鬆弛個15分鐘 20分鐘就可以了 15到20分鐘 然後待會兒我們再讓它進烤箱 烤的時間呢 烤時間大概20分鐘 然後20分鐘完了以後就把它熄火 然後再燜5分鐘 20分鐘先用上火190 下火150的溫度 然後烤完20分鐘之後再關掉 然後燜5分鐘 這個是我們今天陶酥要烤焙的時間 那接著呢 我們就待會兒回來看看 我們今天的陶酥完成度如何了 我們的陶酥呢 還在烤箱當中烤 不過呢 我們來看看老師烤好的陶酥 哇 好漂亮喔 可是老師我發現烤好的陶酥 看不出來那個鴨的那個就是 指印嗎 對啊 看不出來 可是它卻有很漂亮的裂紋 對 像它這個裂紋有沒有 有時候就是 不是每次我都可以烤這麼漂亮 那這個裂紋要怎麼樣可以控制它 其實這是一個 像我們現在的那個 中式的那個鴨石有沒有 它其實餅級的考試裡面 就有這一題 它就是要烤你要有這個雞爪紋出來 這個雞爪紋要怎麼烤得出來呢 有沒有什麼訣竅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麵糰也不能太乾 還有你那個 因為麵糰太乾的話 它裂的狀態就沒有那麼好 可能就會裂比較大風 就是可能你壓下去 就旁邊就裂一角了 那你陶酥烤起來 它的形狀就不會這麼漂亮 然後就是可能就會 這邊感覺缺一角 好 那另外就是 你不要壓到太薄 壓到太薄的話 它就是已經本身已經把它壓闊了 所以它那個裂的效果也比較差 所以如果我在做的時候 做到最後發現 哇 我的麵糰好像有點太乾了 像老師說的 我怕裂紋不漂亮的話 這時候該怎麼辦 你就是可以多加一點點的豬油 或是你的蛋液再多加一點點 好 像我們烤箱那個裡面 它蛋液大概少了四公克 所以我們要讓它 所以我剛才想說 等一下那個有沒有裂這麼漂亮 我就不敢講了 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 不過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烤箱裡面的 它稍微有一點點微微上色的感覺 在表面 可是它目前有膨囉 好像那個麵包開始在長大的那個感覺 它有一點點膨 但是它的擴散就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剛才講說 我的水分稍微少一點 對 所以其實這個裂紋是 要怎麼樣 碰運氣嗎 是不是 其實就是你大概要抓一下 那個麵糰的濕度 還有你壓的那個厚度 當然就是你讓它 讓它鬆弛一下那個時間 也是有需要的 也是有差別的 對… 鬆弛的比較足夠的話 它烤出來會比較漂亮 好 像這樣子 其實做出來一次 十片的陶酥 如果我沒有這麼快吃完的話 它是跟一般做出來的 長文餅乾的保存方式是一樣的嗎 對 是一樣的 你就把它放到密封罐裡面 因為像其實像這個 都是油脂稍微比較偏高的 都會建議大家也不要放太久 因為我們用的是豬油對不對 其實豬油你也是要選 就是不要那個 要比較新鮮一點的去做 因為豬油有的人是可能處理不好 就會有乖乖的 不好的味道 所以還是自己做的 一次做的量不要太多 然後趁新鮮吃 對 而且它很方便 發現我們很快就完成它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你自己 自己可以動手做這樣 然後又很快 那不需要花太長的時間 你就不要一次做太多了 好 其實不會太困難 整個桃酥完成 而且讓大家很快就可以去 回憶一個童年的滋味 待會兒我們來吃吃看 是不是真的是 童年當中記憶的味道 不過今天的桃酥 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哪一些做法的提醒呢 我們先帶大家 一起來做個總複習了 桃酥的材料有 豬油100克 棉白糖40克 細砂糖60克 鹽1克 全蛋24克 碳酸氫胺1克 小蘇打粉2克 低筋麵粉200克 泡打粉1克 碎核桃30克 做法的部分 將豬油 棉白糖 細砂糖 以及鹽混合拌勻 接著加入全蛋拌勻 將碳酸氫胺 小蘇打粉 加入少許水 拌溶之後 加入拌勻 接著將低筋麵粉 以及泡打粉 過篩之後 加入拌勻 最後加入碎核桃 拌勻之後成麵團 鬆弛20分鐘 分割成10個搓圓排入烤盤中 中間以拇指壓一個凹洞 入爐烤焙 上火190度 下火150的溫度 烤約25分鐘 關上下火 再燜約5分鐘即完成 好 我們再到烤箱來看一下 老師 它其實現在我覺得 裂得還不錯 就是那個裂紋 對 但是你有發現它沒有像我這個 這麼闊 對 比較膨的感覺 對 比較厚 對 所以那個濕度是有點差的 對 差異度是不太一樣的對不對 好 然後這邊我們要來試吃看看 我們的桃酥的成品如何了 這樣拿起來感覺還滿有份量的 這一個很有份量 很有份量對不對 好不好來試試看 對 它的大小大一般餅乾的四倍 有沒有吃的時候要像我一樣 拿一個東西在下面接 因為它非常地酥 很脆 然後 它的那個跟一般的那種餅乾的酥度 真的不一樣 它是酥脆酥脆的那個感覺 因為我們裡面有一些是用細砂糖 所以細砂糖它的 跟糖粉的口感是不一樣的 應該我有印象我們之前有講過 加細砂糖去做的餅乾 它是比較脆硬的 不是那種鬆鬆的那種口感 所以它是不大一樣的 對 所以因為我們那個糖沒有完全打散 所以你還可以吃得到糖的一些脆味 然後我覺得豬油的香氣 也讓這個餅乾吃起來的那個味道 不太一樣 它有它特別的香氣 對 它就是一個 記憶當中的那種 懷念的古早味 它完全不是那種任何 你吃得到稀釋的那種餅乾的味道 所以如果也想要跟我們一樣 找到你記憶當中的古早味的話 就要自己在家裡動手 做做看這個桃酥了 今天謝謝老師 好 謝謝 讓我們回味這個滋味 希望大家在家裡 也能夠嘗到這個滋味 我們下禮拜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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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